英國女王 伊麗莎白二世 今年2月登基滿70年 成為英國史上 首位慶祝白驚喜年的君主 其實女王 從小就對某種運動情有獨鍾 就連在城堡隔離期間 也要小事伸手 請問 女王最擅長的運動是什麼 我覺得應該是 A 騎馬 騎馬 因為英國人不是都很喜歡騎馬 而且他們連警察都是要在騎馬 對 抵馬恭喜答對了 厲害 是瑞典請出題 瑞典的代客之道 請問 該事件是什麼 A 讓客人在外等至少5分鐘才開門 B 不為客人公餐 C 不讓客人上廁所 瑞典門 瑞典 得說瑞典有這個東西 門 水門 in English is gate 水門事件 water gate 我知道 對 然後氣候門 weather gate 那這個就 水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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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gate 那它就是gate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門這個進入這個十里迷霧 這個狀態 這個狀態 是什麼 situation 那這個是一個遺雲就對了 是這個意思 遺雲 瑞典門 我覺得應該是 你今天可能可以證實客家一哥 真的是羅史楓 大牛哥 有答案嗎 瑞典門 我覺得應該是 A 讓客人在外等至少5分鐘才開門 這是瑞典門嗎 請揭曉 What What Twitter在討論的就是 瑞典人不會客人供餐這件事情 然後因為瑞典人很重視跟家人 一起共度那個吃飯的時光 所以如果 沒事先預約好 對 你沒有預約啦 你臨時的不好意思不供餐 對 對 然後就是朋友 我記得有一個網友說 我記得有一次我去瑞典朋友家 然後我們在房間 我媽媽在樓下喊說 要吃飯了 所以客人就必須待在那個人的房間 等到我的朋友跟家人吃完 你才可以下來 她才可以吃 很退 所以這跟我們客家人完全相反 我們就很歡迎客人來 根本的她多吃一點 來 七七還有金老佛爺 Yay 加油 6 6 先看一下 1 2 3 4 妳要到哪裡 5 可以英國拿3千 6 英國 英國拿3千 好的 請出題 英國女王 伊麗莎白二世 今年2月登基滿70年 成為英國史上 首位慶祝白驚喜年的君主 其實女王 從小就對某種運動情有獨鍾 就連在城堡隔離期間 也要小事伸手 請問 女王最擅長的運動是什麼 A 騎馬 B 高爾夫 C 網球 我覺得應該是 A 騎馬 騎馬 因為英國人不是都很喜歡騎馬 而且他們連警察都是要在騎馬 對 而且他們可以騎馬打那個小白球 那 又被控制了 完蛋了 被控制了 為什麼 這韓國 不一樣 所以你看英國它有那個馬球 對 Polo 幾乎老人都在打 老人都在玩這個 因為這個伊莉莎白二世 其實她個子很小 對 高爾夫球肝可能太長 她可能 對 你看騎馬剛剛好 超過她的身高 剛開始比她高 沒有 我有一次 跟冰冰姐在那個高爾夫球場 她很遠地方 我說奇怪 因為那個高爾夫球肝比她的人太高 以為在北韓 太可愛了 太可愛了 騎馬恭喜答對了 厲害…